张杰回成都老家拜新年 引来众人的围观 张杰成名后 估计不经常回去 这次忽然回家 好多人看到张杰后 都特别激动 并掏出手机拍照 张杰原来也是一位 平平无奇的一个男孩 他能走到如今的大明星之位 就连他身后的唱片公司 都不敢相信 张杰凭着自己的实力 一路前行 04年出道 短短的几年变成大明星 真是令人羡慕 因为长得帅气 还娶了著名主持人谢娜为妻 和谢娜婚后生了三个孩子 但张杰长得特别年轻 很难看出这是当爸爸的人 张杰这次穿蓝色牛仔外套 内搭灰色圆领打底衫 走到路上就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 不但人长得帅气 还特别有亲和力 乡亲们见了也纷纷地打招呼 下搭黑色裤子 脚踩小白鞋 看起来特别简约大气 在穿衣风格上 并没有刻意去打扮自己 不过张杰的气质也特别出众 站在人群中赫然不同 看上去潮流时尚 简铃又帅气 犹如没结婚的小伙子 这哪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张杰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面带微笑与人热情打招呼 好多人见了张杰还喊他的小明 人太多了 好多人张杰都认不出来了 身边陪伴的亲人一边走 一边给张杰介绍 张杰这次回老家 也是打扮的低调 和亲人一起跑着拜年 没有一点明星架子 穿着也是普通低调 有种入乡随俗的模样 这次张杰回家 其实就是悄悄地回去 不得通知其他媒体 可是对于当地的人来说 认出张杰的都想看看这位大帅哥 所以引来很多人的围观 张杰在老家还是蛮有影响力的 他走到哪都会有人在后面拍照 尽管走到哪都有人拍照 还有的故意合影 但丝毫影响不了张杰的心情 张杰无论是在大街上 还是去长辈家里拜年 都那么懂礼貌 只要是遇见长辈 都会规规矩矩地向长辈问好 在长辈眼里 张杰也是一位比较懂事的年轻人 张杰走在街上遇见村里的长辈 他双手放在前面 弯腰和村里的长辈问好的样子 真帅气 越是没有架子的明星 越是受人欢迎 整个心烦外男杰挤满了人 都想看看张杰 尤其是喜欢听张杰歌曲的年轻女孩 更是争先恐后的往前挤 毕竟这种小镇上能出个大歌星 都觉得骄傲 大家都感觉给他们争光了 由于张杰的出现 严重影响了交通拥堵现象 为此也遭到很多人的抱怨 整条街围满了人 处处静静 确实是不太方便 邻居抱怨几句也是正常 但是抱怨归抱怨 邻居们还是觉得张杰能回来给乡亲们拜年 也是一件高兴的事 人一出名 会给整个村里的带来一定的优越感 张杰这次回来 到处走走 也是为了寻找儿时的记忆 毕竟每个人的童年都值得回忆 去品尝以前吃过的小吃 感受家乡的味道 这次张杰回来 受到众多人的欢迎 家乡人也希望以后 张杰能够多回家乡看望 张杰是选秀出身 而提起选秀节目 你肯定想到的是早期芒果台的快乐男生和超级女生 而近年受观众欢迎的选秀节目 肯定是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 作为老牌综艺节目 同时作为内地存在时间最长的选秀节目 在今年将推出第十二集节目 目前网上爆料出一份最新导师名单 周杰伦回归 李荣浩依然在张杰和薛之谦全新加入 周杰伦作为天王歌手 他受到老中青三代网友的关注 有他参加的几季节目 收视率和口碑都不错 他也是第十季节目最先官悬的导师 只可惜他因为疫情影响 在节目开始前 宣布退出第十季节目的录制 而在去年的第十一季节目录制前 爆料周杰伦会回归节目 但周杰伦表示只要隔离 就不会前往内地 因此继续缺席了去年的节目 而目前疫情管控已经全面放开 因此周杰伦回归担任第十二季导师的可能性还挺大 李荣浩已经连续四年担任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在去年第十二季节目结束后 有网友爆料称 李荣浩与中国好声音的合约已经到期 在今年开始不再担任这档节目的导师 不过李荣浩作为这档节目最年轻的导师 他凭借着这档节目也获得了不错的曝光率 中国好声音导师也成为了他的标签 因此他继续担任导师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张杰是通过芒果台快乐男生出道的歌手 目前张杰的人气也非常高 在此之前有网友爆料 他会担任芒果台全新印宗选秀节目的导师 在此之前 张杰担任过创造营101的导师 作为高人气实力歌手的他 如果真的担任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肯定值得期待 薛之谦同样是目前人气非常高的实力歌手 并且他非常稀才 之前他担任明日之子导师时 不惜得罪资本家都要力捧毛不易 如果没有他就没有如今的毛不易 有这样的歌手担任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可以说非常合适 而且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员选择原创歌曲 薛之谦作为一位全能音乐人 可以给学员更好的帮助 当然 目前这份名单并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而且距离节目录制还早 因此导师名单随时都会发生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之前有网友爆料 李荣浩不会再担任导师 节目组正在与许松沟通 有意让他代替李荣浩参加第12集节目的录制 那么关于第12集节目 你最期待哪位歌手参加担任导师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